这一堂田间石座客 学生们正在练习插秧 田中央这位皮肤有黑的学生 怎么有点熟灵呢 农业本来就是他的本业 而且已经是农四代了 身为台南后币七座户 34岁在重返校园 为的是提升自己的专业 比如说丝哪一号肥料下去的时候 会感觉到稻子成长效果比较好 那是知其然 但是我们不知其所以然 对 那回到学校之后就会知道说 因为它淡林甲的比例不一样 对于稻子在不同的生长时期 可能有不同的影响 所以他一点也不因为年纪大了 还在求学而难为情 而这所大学之所以有老学生 因为开办的农业工费生专班 招收18至40岁的学生 嘉义大学前身是嘉义农专 身为农业老牌大学 全台首先开办 学校外又实习农场 阳光下闪烁着红梨的艳红 学生亲手栽种的红梨 结出大棵的梨碎 人家说什么样的主人 养什么样的宠物 我常跟其他农民讲说 什么样的人种什么样的作物 你就是要用心去看待它 用心去栽培它 实习农场是让学生熟悉 基础农业技术的地方 两位农业专班同学 在学期间就已经租地 共同经营了这一间木瓜往事 瞧 一棵棵木瓜树 几乎趴跪在地上 仿佛被强风吹弯 镜头拉大 又像一群木瓜大军 正在匍匐前进 这是所谓的导株栽培 木瓜树的收成反而更丰硕 这位木瓜农 其实原本是位工程师 农业看似跟一些工业 工程业没有相关 可是你看像我们大设施 然后建造一些设备 或是给排水系统 其实也都是需要工程背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很全面性的行业 农业工费升大学四年 有工费补助 整年十一万五千元 完成在校三年课程后 第四年与自家农场 或农企业实习一年 就能取得学士学位 但条件是毕业后要从农四年 虽然实作能力是我们要培育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们更希望除了有生产的能力 我们希望它能够把它的产品 能够做所谓的加工升级 对于高呼农业人才晃的台湾来说 农业工费专班正好是个媒介 使已经离开学校的农民 仍能与时俱进 使刚踏入农业的大学生 能喜欢上农业 农委会奖励从农的农业工费升方案 官方再三地强调 他们希望培养的是农业人才 而不是为了要解决缺工的问题 也因此负责培养台湾基层技术人员的农业高职 也就肩负起要培育台湾农业实物操作 这里要来 每到授粉季节就是农友们最忙碌的时刻 但看看农场里一张张年轻面孔 拿起雄花在瓷蕊上熟练的兽粉 他们是加东高农的学生 只是课本教你怎么 就是知道步骤而已 可是没办法让我们就是这样实作 就是实作的步骤状 加东高农是台湾少数 还保留农经系名称的学校 他们参与农委会与教育部共推的 奖励高中从农方案 也是第一次将现有的农业工费专班 从大学端向下延伸至高中值 这片西瓜田 今天的工作是固定藤蔓 每一个植株都有两条 必须细心梳理 光着固定工作就是个大工程 4点半那边就要开始慢慢起床 习惯吗 刚开始不习惯 后面就习惯 最辛苦的是什么 就一直蹲着 蹲着比较辛苦 不然其实还好 重复上百次相同的动作 才14岁的孩子没有放弃 而是在实作中 探索自己对农业的兴趣 农委会宣布要鼓励青年从农 每年增加3000人 10年内实现3万青农的目标 这一群经过食物训练的学生 就是最强大的生理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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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便廉用